今天又是禁轿 又是Nikki有些事情发生 其实上次已经发生了 关于新加坡航空事故 因为它遇上晴空的吞流 晴空的吞流 吞流,好像吞拿鱼的吞 于是就急降爬升降,造成一死五十五伤 据说死者是一名怀疑患有心脏病的客人 所以在飞机上离世,当然有不幸的消息 应对,另外很多看影片 大家都看到那些相片,那些行李架都撞掉了 有些血迹,头发都挺恐怖 它刚刚派餐的时候 对,好像有单说说了一些指引 Nikki,不知道收不收到 就说航空公司出了一些通告给大家 就是航空业的人士 就是说以前 就是要着灯性的各样 你是不可以倒热水给人 是不是Nikki 就是派餐的时候不可以倒热水 但是给冷水的那些都可以 但是好像说最新经过这件事故 实际是停止所有派餐的行动 好像我看到 啊,我有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 我也没有详细的 是不是 是不是合作呢 因为我们其实在空中载飞人 我们也有研究过这件事 那么国泰的指引就是 我们其实安全带一旦 我就不派所有热的东西 譬如公仔面 是的 热水 咖啡茶 之类之类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 我们是 还会继续给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竹 哦 但是竹会热掉的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 就是很特意 因为其实 我想它的意思就是 竹是比较稠一点 它不会浪 但是呢 如果你被竹飞到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是大事 比被咖啡留不到 对对 那个受伤程度 它黏住了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会是这样 但是其实 如果它完全不派餐的话 我觉得最多都是 那些空中服务员 会 就是怎么说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我后来因为这件事 其实我也有去看看 其他国家 原来有很多国际的机师 都很关心这件事 哦 OK 后来有些机师 他去看看 他都说 其实呢 那个意外呢 最主要最主要就是 大家如果 说好安全带呢 是不会有任何的事的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我以前呢 其实他 就是他说了一个 case 就是很特意 因为他以前 他以前有持过战机的 哦 哇 那么厉害呢 那我以前我学习飞机的时候呢 那也有试过 我们第一个就是 入门的exercise 就是呢 那架飞机呢 要控制它向上飞 跟着呢 跌下来 嗯 还有呢 要兜圈的 哦 就是两个这样的exercise 那如果其实 如果兜圈的话 如果是有事的话 我们在里面一定会死 是吧 是 就是好像过山车 那样兜一个圈回来 那基本上呢 就是大家绑了安全带呢 就算你的飞机兜圈也好 是非常安全的 嗯 是 那所以 就是 如果他说 就是说 如果就是 不派餐啊 成的 那我觉得 有时候 其实会很长时间 都安全带灯亮 其实我觉得 这件事又不是很可行的 嗯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就是比如好像德国那样 有时候回英国 或者飞去英国的时候 他都可能想要杯咖啡茶 或者讀机兜圈 但是他的情况是说 他亮灯不派 他其他情况会派 是 没错 他意思是说 亮灯以前 扣了安全带 以前指引 亮灯不派 热水等各样 但是现在不是说 我不知道他烟 什么都不是了 对了 只提出了 完全什么都不派 就防止有危险 都很合理的 就是 虽然刚才阿里奇说 兜圈 人会没事 但如果兜圈 吃饭的时候 兜圈的饭 就会掉下来 是不是 我刚才也想到 他真的这样 不是360度 他和我那些 再想到 吃饭的时候 反而应该航空公司 应该提倡用紙餐具 现在用那些金属餐具 掉下来怎么办 反而航空公司 大家最重要是没事 纸刀、纸刀、纸刀 都在正旁边 大家吃饭 所以反而那些 应该少些危险 应该少些金属的器具 甚至连个盒子 都应该怕它 掉了飞了上去 然后掉下来摘到头 应该怕那些 轻生一些的物料 都对的 其实是 但德哥我想说 接着我们就会有很多东西做 接着那些客人就说 为什么把纸刀 割完 就断轨了 接着又要用我的地板 是这样 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做 很大谎 你们有很多东西做 一开灯就停工 一开灯就推卖 一开灯就推卖 你们的时间很紧臭 不能在厨房吃东西聊天 一直盯着眼灯 开灯了 熄灯 回来 开灯 收回去 熄灯 又推出去做事 其实我们平时已经是这样 我们平时已经是这样 我想尤其是长途机 很多时候都会开灯 然后我们已经是 大概心中有数 去到哪里 或者机师都会通知我们 过多20分钟 我们就会亮灯 那一般都会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那20分钟 吃什么 吃什么 就丢出去 那马上吃完 大家喝了热的东西 那我们就躲起来 有很多时候就是 因为穿了安全奶灯 那些人看不到我们 就以为我们 偷懒 躲起来 那其实就不是的 是 都会顾着那些客人 整天各样的 是的 那说回这件事 就是这个新行事叫 刚刚一个星期前 天文台出了个网址 它有些启示 告诉大家 其实当日 当日有些数据显示 各样在高空 遇上强烈的吞流 它也提到它上面的地区 其实测试了 应该有些闪电的活动 又未必真的 并非是晴空吞流 是不是 是啊 后来看回资料 其实原来 它附近 其实当日 是有一些的强对流 和有些闪电的运动 在那里 其实 这件事 我看完台湾的机司 其实当日 蔡先生也访问了我们 其中一位客席主持 机司A 两位 是啊 两位都是不若而同 国 其实都不是晴空的吞流 OK 应该是跟雨云有关系 或者是当时很接近那些很大旧的 我们经常叫做 就是有个Terms叫做CB云 是一些很强的雨云 嗯 其实那个云外面 都是有一些的气流 都是很强的 所以 飞机接近的时候 其实都是 会很容易 会有这些 乱流 或者会很抖 我们叫做的情况出现 OK 是啊 其实最长 会有多少时间 假设 假设 那架飞机 不幸运 去到那里飞到那里 遇到这样的吞流 气候 或者不要这么夸张 不要造成伤亡 今次这么厉害 普通 真真真真 通常会多久呢 最长 就是三四个字 是啊 好像有少少像地震 那些余震 因为 尤其是飞美国 有一些很大的 我们叫Jet Stream 有一些很强的 高空的气流 是 那如果你是 你是顺着气流飞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会抖的 就是会上上落下 那一般的高空气流 都飞几个钟头 所以就会继续 都会很抖 但是如果是一些雨云 或者是一些短暂的 对流运动的话 其实是 会比较短一点 可能几分钟 就会 或者十凌二十分钟 都会完的了 一般都是 但是呢 根据补充的资料呢 当时就说 晴空吞流 嗯 因为晴空 那个雷达呢 掃不了东西 那个吞流 才会是 而雷达呢 没有办法 提醒到 是 那些飞机司 机司又提醒不到 乘客 但是现在呢 補充的资料就是 旁边有一块 什么 闪电啊 有一块雲 旁边有一块 很大的雨雲 是不是 很大的雨雲 是 那雷达应该 偵測得到的 偵測到的时候 应该那个机司 就自己要做判断了 有个晴空 在那里 旁边有一块很大的雨雲 应该又被一些 证捞到的乘客 应该可以 应该或者某些的数据 可能一些数据 未达标 他应该是 失败了 数据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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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有个东西在那里 那究竟会是怎样呢 于是 究竟有两样东西在那里提出 天文台 他就说 提出了有闪电的情况 在旁边出现 不是真的 全情空 即是说 不一定是好天的 那天 也有些数据 说那天有些闪电 整天各样 即是说 一遇到这些 其实应该要预早 可能要Warning 或是什么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着大家 出本重温 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